增加三个讯息 第一个就是几位学生 然后总分几分 平均多少分 然后用那个 我们最后平均的话 取到小用第二位 所以我这边应该随便打一个乘积好了 OK 比如说打一个 最后按-1 我是不是四个就好了 最后-1 Enter一下 最后得到多这个东西 总共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 取到小用第二位 大概就三个东西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当然第一个的话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总共几个学生 那几个学生的话跟什么有关呢 对不对 刚刚我们不是 在那个讲 就是讲义里面 其实有个列表 上面有个列表 如果想要知道 我这个篡列里面 总共有几个元素 里面的话可以用哪个函数 LEN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 这个篡列 这个篡列外面包给LEN的话 那实际上算出来就是四 也就是四个学生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总共几个学生 都很简单 就是我在这个篡列的下方 然后篡列总共几个学生 我就用什么关键在这里 LEN 然后再加上这个篡列 把那个篡列放在里面的话 它就会得到结果就是四个 OK LEN的话就算它里面到底有几个啦 篡列里面有几个个数 好 那第一个啦 所以 中间在把它串一个字串 所以共几个学生 OK 放在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我要算什么 算总分 它总分很简单啦 其实跟那个SEL一样 SEL里面的话如果你要算加总很简单 SUM一下就好了嘛 有没有 SUM的话其实这个概念一样喔 那我就给它那个范围就可以了 那个范围其实就是这个啦 就SKOL啦 有没有 所以 SUM外面包一个SKOL 然后 有没有 瓜胡里面就放SKOL 他就会帮我把 这个 范围里面的所有 所以意思说所有成绩啦 总共几个 四个嘛 帮我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那就OK的 那这个SUM的函数也是拍成内建的啦 OK 有点类似像SEL 也是内建函数 那可是喔 第三个问题要算平均的话 那当然你在ESEL里面会用哪一个 平均 Average 有没有 刚刚会讲喔 印象中好像Python没有Average 好像你不知道后面 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增加 四个好像没有 没有Average 那没有Average也没关系啊 如果要算平均 我只要总分 我只要有几个人 那我只要把什么 总分除以几个人就好了 那不就也是平均嘛 所以没有平均没关系 所以底下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Total 算完的Total结果有没有 这除以什么呢 LEN 它里面有几个 那除完的话 不就是它的平均成绩了吗 OK 所以平均成绩呢 我丢给一个在F1G的变数好了 先放里面喔 但是呢 它的小数点可能不是只有两位数 那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两位数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会发现呢 底下这边 有用到FullMate 总共 就是我把成绩跟平均呢 如果放在同一个字串里面叙数的话 那其实 跟之前的 做法一样 就是呢 如果我要输G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总乘G冒号 那这边其实加一个 大瓜糊 在这里就可以 那如果说呢 你确定说它里面一定是整数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面加一个冒号D D的话 表示是整数的意思 OK 那你想说老师那之前那个什么 就有什么表里面啊 没放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如果你懒得放的话 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一样 OK 只是说啦 如果你加冒号D的话 表示是你是放整数啦 只是交代一下 当你不交代 他就把你成绩放进去啦 成绩本来就整数嘛 所以你多讲那个 好像结果是没有差异啦 OK 好 所以要不要加冒号D 这个你们自己决定 然后对我点后面的话呢 加个平均 那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嘛 还记得吧 小数点第二位 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要拉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好 所以这边主要 我们就是给一个文字串 那里面的话就有两个大瓜糊 所以呢 如果假设说你要把 后面格式化的话 那记得啊 这边加一个format 那如果前面有几个 大瓜糊的话 那你后面就要给几个参数 有两个嘛 所以我就第一个是放total 所以把total这个变数 放到这边来 然后他就帮我摆进去 第二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放这边平均 平均的话就abg 所以把abg这个变数 放到后面来 那我希望平均变成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冒号 点对f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因为 许小数点第几位啦 这个蛮重要的 蛮常会用到的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 这个城市的撰写了 那撰写完毕之后 最后他有个叉叉 为什么 因为城市 其实常常犯一个错误 看得出哪里有错吗 少一个后瓜糊啦 这个还蛮常容易遇到的 有没有 你那个format有后瓜糊 但是print的后瓜糊你没加嘛 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下 其实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说 到底哪边出错 最后的话 这样就OK了 OK完之后的话 一样 我们把它执行 那一样呢 就是把它输入一些成绩 OK 然后最后按一个 -1 结束了 Enter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以下的话就是 总共四位学生 总分几分 平均取到 小数点的 第2位 OK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 那当然 未来 当然你要 取得资料 你会发现 自己这样慢慢输入的机会越越少了 其实大部分 人家都是直接输出一个档案给你 然后你把它读进来 马上做统计就好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可能要做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创一个档案 文字档 然后这个文字档就说 这个成绩跟成绩中间一定有风格符号 最常用到的斗点 哪个成绩斗点 第2个第3个第4个 有点像CSV也是斗点 那待会的话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那我们将来 可不可以直接从外部 进一个 一个档案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成绩 斗点 第2个成绩 斗点 一堆 然后你直接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scope里面 然后底下就不用输入了 这个就不用了 然后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print出来 马上可以得到结果 但是会需要把刚刚画回圈 改成 外部读取档案 OK 就是读档 读档的话 其实在Python里面真的非常简单 如果跟其他语言比起来 简直是 简单到有个不行 写三行程式 就把档案读进来 而且还蛮好记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再增加 三个叙述 一个是 总共几个学生 关键就是L1函数 总分的话就上 然后 Average就是把总分除以 几个学生 最后的话就是再把它格式化 随便复习一下format 然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前面讲过了format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点像以色尔 如果你不会格式化的话 很多东西你会发现 那个就格式 就会很不好看 小数点一大堆 或者是说等等的 反正到处都一定会 先资料出来说一定要做格式化 同样的道理 format在Python里面的角色 其实有点像是以色尔里面的那个格式化的那个功能 第一个我们可能要改动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逐笔输入 我们是批次读入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成绩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不过Datari可能要做个假的成绩 对一个外部的文字党 然后呢我们如何把它读进来 OK 我是建议各位就是那个有些部分该记该背的还是要背的 因为若熟悉的话 将来就还蛮直接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平常工作上如果还可以用到 如果你工作上也都可以开Python来做 那当然你有点像练习的机会变多了 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真的你要学会 最重要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练习的机会 如果练习的机会多的话啦自然而然你就会很快就熟练 所以像之前比较多机会像有些同学是 因为每天都会用Excel啦 而且也有VBA 所以很多同学就是刚好交了交换VBA 只要打开VBA很简单 只要每天就是反正上堂嘛 你老板也不会限制你说不能用VBA 而且他就是把所有的工作都用程式来解决 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Sug 然后变成一个按钮一直行 他说老师我一个早上的事情就解决了 OK 甚至的话他可以把所有流程都弄好 然后变成说他每天都多很多事 因为他已经弄好一天可能要一个早上的事情 瞬间完成 恐怕三秒钟不到就完成 然后多很多时间当然他可以练很多啊 然后他拿来做什么 他每天都在练VBA 练到熟了之后 然后他学了Python 他每天都在练Python OK 所以他 本来的工作跟程式无关 结果是因为加了程式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他本身又有给自己本身的专业 然后再加上程式专业 他就想说老师那我想要跳槽了 因为我觉得这工作好像没办法满足我的技能 所以他就换了工作了 感觉收入更好了 甚至还比他原来工作的薪资还Double了 因为他退的实在老板太喜欢了 然后等于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他可能本来是会计 他再加上程式 如果又懂会计的人然后又懂程式 这种人真的是不好找 OK 那 就实在太好用了 所以整体上他已经 会计是需要很多重复性动作 如果他可以把会计的重复性动作转成程式 让程式自动完成的话 那效率又提高很多了 所以其实未来延伸性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大 所以如果你本科系也许不是资讯 当然你也可以从你的本科系延伸吧 可以把它两个看 有些地方可以衔接 花一点时间多练习 OK 毕竟他是工具的 可以辅助你提高效率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试试看好 后面我们就是串列 所以刚刚第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使用串列 把我们储存大量的连续资料 有点像以色尔的概念 那为什么以色尔这么受欢迎? 四算表 其实四算表应该最早他推出来的概念 应该叫类资料库 像之前火车没办法开,叫类火车 类火车其实是公车嘛 类火车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 思考有个,才能问一个问题 到底以色尔是不是资料库? 他原来推出来只是说 因为以前资料库碳太不好用了 所以他只是说把它简化 很多的一些动作 反而大说欢迎 所以你会发现甚至连Python 也很希望可以跟以色尔做串接 怎么串在一起? 这件事其实 如果可以把它 学会的话 其实可以做蛮多事 试一下 这个做完 待会我们来看档案的部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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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